东家海底火山在本月的14号、15号连续两天爆发之后 不但造成2到3公尺的海啸 隶属汤家王国的红阿汤家岛也被炸掉一大块 几乎消失在海平面,震惊世人 但在地球天灾连连,火山频繁爆发之际 一位育人家看到的120米的海啸更是令人感到不寒而离 南太平洋的岛国东家王国也叫汤家王国 在本月的14号和15号连续两天火山喷发 火山灰和气体的高度达到20公里 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0颗广岛面子弹 汤家王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市道附近 国际日期边更线的西侧 是世界上最先开始新一天的国家 我们再回顾2021年除了病毒、水灾、火灾、地震接二连三到来之外 许多休眠已久的火山不是已经爆发 就是蠢蠢欲动,也造成不少的灾情 就连台湾的归山岛也被人发现了出现冒烟的现象 那么令人担忧的大同火山群是否也暗藏危机呢 有秘语学家就表示 说2021年的植年卦是山火壁卦 到2021年1月底之前还是在这个卦里面 从今年全球各地都发生火山爆发事件来看 古人留给我们的知识 真的包含了很深的智慧和玄机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曾经与大家分享过著名的日本的漫画原家Tatsuki Tatsuki就曾经在1999年的时候把自己的预知梦画成了漫画《我所看到的未来》并出版发行 这本漫画发行之后 当时的销售量并不是很好 但里面记载的15个梦境至今已经发生了12个 而在日本的311大海啸之后 眼尖的读者发现了Tatsuki的预言竟然一一实现了 由此引发这部漫画的原版 在市场的价格也在瞬间水涨船高 变得十分的抢手 最高时还呈标到一本是28万日元 而在出版这本漫画之后 Tatsuki就再也没有出过书 直到2020年的10月初 Tatsuki再次推出了《我所看到的未来》的完整版 Tatsuki在新书中除了回答和解释许多读者好奇的问题之外 同时他也提到 这次新增的内容与1990年的一场梦境有关 当时的Tatsuki以上帝视角 看到日本外海突然冒出大量白色的泡泡 但是他还是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就醒了过来 而就在2020年的7月15号的清晨 Tatsuki在梦中被惊醒 他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完整经过 Tatsuki在梦中看见了日本外海持续冒出大量的泡泡 同时右侧的太平洋海面还有两条巨龙往泡泡靠近 紧接着就发生了剧烈的地震 然后高达40公尺的海啸开始往四面八方的海岸奔去 而就在超大海啸侵蚀过后 Tatsuki看见一片陆地居然从海底升起 并将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等区域的陆地连在一起 看到这样的画面 连Tatsuki也感到难以直信 不过若这个梦境是真的话 那么Tatsuki所看见灾难的时间点 将发生在2025年的7月5号的早上5点钟 只是这场灾难虽然大 但是Tatsuki发现人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所以在未来也会平安度过这个危机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害怕 Tatsuki为什么会做这些预知梦呢 原来Tatsuki在梦境中常常会遇到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的形象就像圣经里提到的摩西 给人的感觉十分牵合 而在第二次发现的完整版 我所看到的未来中 Tatsuki就披露了一个之前没有提到的梦境 这个梦境就是老人带他看见海洋中的一座 海底火山爆发并引发120米高的海啸 大家都知道日本311地震所引发的海啸最高达到40米也造成难以想象的伤亡 若这位老人让Tatsuki看见的未来是属实的话 那么一把20米的海啸所造成的灾害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而当下这些接踵而来的火山喷发也都蠢蠢欲动 按捺不住 这只令人感到忧心和恐惧 在刚刚过去的12月3号 日本富士山的富士五湖地区连续发生了三次地震 虽然此次并未传出灾情 却让日本的民众感到忧心忡忡 害怕成为富士山再度喷发的导火线 因为在300多年前的1707年 富士山就曾经发生过一次爆发 称为宝永大喷发 而在火山喷发之前的49天 还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宝永地震 这也导致富士山出现数十次的强震 当时的富士山爆发之后 大量的火山灰甚至堆积到距离火山百余公里的东京 不仅如此 在日本的民间一直就流传着日本沉默论 当时的小说与电影都十分畅销 而富士山的月月遇事也会让许多的民众 担忧这件事情是否会发生在现实中 许多的专家学者认为 富士山自1707年宝永年间喷发以来 已经过去了约300年 因此再次喷发并不奇怪 这些地震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线 应该毕竭关注境况发展 黄石火山被誉为全世界最恐怖的超级火山 但是黄石火山与一般认知的火山不同了 一般的火山是位于地表上 但是黄石火山并不只是一座火山了 而是位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地底下的火山群 所以也被称为黄石超级火山 是世界上最大的火料桶 黄石火山的火山口位于 怀俄明珠的西北角 大约有72公里长 55公里宽 面积广达7988平方公里 火山口的面积比整个日本东京的面积还要大 畏惧世界死火山之最 正因为黄石超级火山如此恐怖 所以美国有不少的科幻电影 都有加入黄石火山爆发的剧情 只因它若真的爆发 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 根据地质学家的勘探 黄石火山在历史上已经喷发过将近上百次 最早的一次大约是在1650万年前 而最后一次则是在63万年前 身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死火山 黄石火山的危险性丝毫不减 因为科学家发现 黄石火山的地表下近8公里的地方 隐藏着一个直径约为70公里 厚度约有10公里的岩浆库 更关键的是 这个岩浆库富航二氧化硅 当岩浆中的二氧化硅含量越高 那么岩浆就会越粘稠 内部产生的压力也会越大 这个还没完 更可怕的是 这个粘稠的岩浆库还在不断的膨胀 人类之间有记录的最大一次火山爆发 是1815年印尼的坦伯拉火山喷发 当时喷出的岩浆体积估计达到150立方千米 造成了9万2000人直接火间接死亡 并导致1816年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但即使是坦伯拉火山这样大规模的喷发 所产生的岩浆量 与黄石超级火山相比较之下 也只能说是一个小case了 根据专家的推算 一般火山喷发的时速约110公里 若黄石超级火山一旦喷发 时速甚至会高达700公里 而且喷发出的熔岩将会超过1000立方千米 黄石超级火山若真的爆发 那么包括黄石公园在内的1万平方千米内的一切 都将被火山碎血流横扫 火山碎血流是一股温度高达几百度的火山奔出物质 可能以几百公里的时速甚至操音速摧毁沿途的一切 在1000公里内的火山灰将高达20至60厘米 重量足以压垮大部分的房屋屋顶 预估将会有几十万人因此死亡或重伤 同时产生的火山灰将在几天内 到达美国北部大部分的地区 导致停电、通讯中断、污染水源、粮食以及交通也会瘫痪 而火山灰中携带的浮还会引起浮中毒 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美国领土都将受到影响 另外这些火山灰也会在一周之内就会到达欧洲 其中最危险的气体是二氧化硫 火山喷出的二氧化硫会在三周内形成环绕全球的硫酸城 引发大规模的降温 预估会因此下降摄氏10度 持续时间大约6年 而目前地球的平均温度大约为摄氏15度 所以若再降个10度 不难想象很多生物将直接灭绝 人类也将会出现生存危机 后果十分可怕 经过多年的研究 专家们就推测到这座超级火山可能是每隔60万年爆发一次 而且现在已经即将进入爆发周期 在2014年的时候 有科学家发现黄石火山在持续放热 当时这个发现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恐慌 使黄石火山的潜在威胁达到高点 虽然至今相安无事 但持续膨胀上升的岩浆库还是令人不敢放松 从1923年起 科学家就开始记录黄石火山的隆起速度 但是过去的三年 每年就上升达7.6厘米 可说是前所未有 只是由于数据不够全面 研究人员暂不敢断言第四次的爆发 何时发生 但即使如此 由于距离上次喷发已有64万年 所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火火山 已经进入了红色预警状态 随时可能爆发 古罗马的帝国庞贝城 西林海水湛蓝的纳布勒斯湾 被靠威俄峻峭的文苏威火山 公元63年 这座被认定是死掉的火山 便开始苏醒过来 并且发生过一次强烈的地震 破坏了城内的部分建筑 可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不单没有视之为末日先兆 更齐之建造得更加壮丽 终于在公元79年的8月24号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降临到了庞贝城 距离庞贝城约10公里的 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了 滚滚浓烟和无数火星 从山顶腾空升起 剧烈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顷刻之间天色昏暗 大地摇汗 连平静的纳布勒斯湾 也翻腾起汹涌的浪涛 被喷起的熔岩 落地时凝固成石块 大量的石块和火山灰 把火山附近的地面 全部覆盖起来 接着又下起了暴雨 引起了山洪爆发 山洪携带着无数石块和火山灰 形成一股巨大的泥流 向山下猛热出去 庞贝 这座建于公民前六世纪的古城 就这样整个的摆没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 庞贝城渐渐被人们遗忘 研究历史的学者 在查阅古罗马的书籍中时 知道有个庞贝古城 但它的遗址到底在哪里呢 遗址是个谜 18世纪初 意大利的农民在维苏维火山的西南八公里处 在修筑水渠时 从地下挖出了一些古罗马的钱币 以及经过雕琢的大理石碎块 1748年 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一块石块 上面刻有庞贝的字样 原来庞贝城就在这里 古城庞贝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世间的灾祸与人类的行为 往往存在着对应关系 这也是上恶报应的体现吧 大家耳术能详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便是例证 也许历史的教训 可以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好了 不知今天聊的话题 大家是否有自己有趣的观点和智慧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也期待大家的点赞分享和关注 请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